Hello 我是Cody 今次我是想和大家一起試吃一下 日本名古屋的Family Mask和Lawson 和機場免稅商品店裡面的零食 一樣 我也覺得自己不可以一天吃到這麼多 因為實在太高卡路里了 所以我可能會分幾天去試吃 今天試吃就是這兩個 我覺得再不吃他們會變質 我先吃他們 我是在Lawson買的 這兩個蛋糕卷好像也很有名 裡面是很奶油的 其實我自己是蠢了 因為酒店裡面有冰箱 我就放在冰箱裡 我心想實在沒死放在冰箱裡 誰知我第二天打算拿走這兩個蛋糕的時候 讓我看到冰箱的開關 就是我整晚放在冰箱裡 但是我沒有開到冰箱 我很怕它變質 所以你看到蛋糕現在這裡 好像深色了 我怕是因為我昨晚沒有放在冰箱裡 好啦 不管那麼多了 先試吃了 還有它現在呢 Lawson不知道是否存在Hello Kitty的印花 好漂亮 都想換 好啦 我們先試吃這個 看它的樣子 應該是士多米味 好奶油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這次的蛋糕不是新鮮 馬上買回來馬上吃 它的口感呢 蛋糕呢 你吃到呢 感覺到它是有煙韌的口感 可能會有些糯米粉在裡面 所以你吃到煙韌的蛋糕 然後裡面的cream 是很紮實的cream 來的 在香港的傳統麵包店 你都會吃到這種 味道的cream 但是它呢 在那種 傳統麵包店裡面的cream 即就這樣原味的cream 它再加了少許 士多啤梨的味道 很美味 而且呢 它的蛋糕呢 可以吃到有煙韌的感覺 它是很濕潤的 一點都不乾 而且是很柔軟的 當我試吃它的蛋糕 它的口感呢 是有點像生奇麵包店 裡面呢 有一個麻薯波波 即是很受歡迎的那個 好像有一個口感 好啦 吃完這個之後 我們先吃一下原味 唉 我又錯了 其實應該先吃了原味 原味呢 就是黃色的 都是有爆多的cream在中間 我覺得呢 原味更好吃 因為這個原味呢 你是吃到蛋香的 士多啤梨味的 你會吃到 即是後期人工加進去的士多啤梨味 即是 不是很真實的 果肉感 的士多啤梨味 這個是 吃到很香的蛋香味 然後呢 它的中間的cream 就是傳統麵包店裡面的cream 但是它的口感是紮實超級多 即是你會感覺到它是用足料 它的cream 不是那些 放久了會自己消失了 或者 一放進口 馬上融入 那些水分很重的cream 它真的是很足料的cream 而且它的蛋糕 也是那種 嗯 帶有一點點煙韌感覺的蛋糕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放久了 所以蛋糕才有煙韌的感覺 否則可能會更加鬆弱 我們第一個拿到的呢 就是這個 雷神呢 我好像印象中 這個雷神的巧克力呢 我看到呢 前一陣子都很出名 然後這個是蜜瓜味的雷神 那我那陣子呢 看到除了蜜瓜味 還有一個水果口味 都是明古屋限定的 那我那陣子呢 就二選一選了蜜瓜味 好像比較特別的 看看 嘩 整個呢 就是橙色的 它的蜜瓜味很濃 然後呢 入口呢 是脆的口感 因為它有些 小餅乾 它的蜜瓜味呢 你會吃得出 很重蜜瓜味的白竹力 然後 裡面黑色這些呢 就是吃不到什麼味 這個我覺得好吃 因為呢 它真的就這樣聞起來 都聞到有蜜瓜味 所以如果我口癢的時候 我會再上來買來吃 嗯 nice 是啊 它裡面呢 還有這個不知道什麼來的 是會黏牙的 這個蜜瓜味的雷神呢 就是有 7點5分的 然後呢 我會KIT KIT KIT 那我看到這個KIT KIT 有這個 金的味 那我就上去買來試一下 嘩 整個都是很橙色 就這樣聞呢 都聞到一絲的 金的香味 這個KIT KIT是有這個 金的味道 但是你吃得出 它是好人工的 金的味 就好像在吃小朋友 用著聞具味 有些香味 吃著那些 嗯 好慢慢 KIT KIT呢 果然都是真的 朱古力的原味 最好吃 因為呢 我覺得KIT KIT的綠茶味 都很假 所以我自己都不喜歡吃KIT KIT的綠茶味 這個呢 比起KIT KIT的綠茶味呢 外面那層的朱古力呢 感覺是真實一點 就是沒有那種 很柔 然後很假的朱古力的 口感這個比較好 但是 問我再買不買呢 我就不想再買它 這個呢 嗯 6分 因為它那個 KIT KIT的餅 都很脆 都很美味的 只是它那個金的味道 有些價 這次呢 就是大盒版的KIT KIT 其實我都不想買這麼大盒的 因為我很怕中伏 然後就要吃這麼多 不過 它那時候只有大盒版 那我就買了 那這個也是特別味道的 就是信州 蘋果 我不知道信州的蘋果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名 但是我又看到 咦 特別味道我也想買 先來吃一下 是這樣的 哇 這是禮盒裝來的 它這裡有介紹一下 信州的蘋果 為何如此出名 那我不知道日文啦 就算了 這個 蘋果味KIT KIT 和甘味KIT KIT 都是64卡路里一個 我今天呢 我是沒有吃早餐 所以我打算這些零食 就當作餐 我很相信這個是白朱古力 因為如果你用黑朱古力的話 是沒可能混到 橙色出來的 那這個呢 真的是黑朱古力吧 嘗嘗 嘗 那你咬呢 已經聞到很香的 蘋果朱古力味 它的蘋果味 都挺出 這個不錯 你吃到很重的朱古力味 但是 即是當你咬咬咀嚼的過程中 也有幾絲的蘋果味 會帶出來 而且蘋果味不算假的 好味 這個不錯 幸好我這個買了大盒 不是這個買了大盒 因為這個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我不喜歡吃綠茶味 或者這個的KIT KIT 因為他們用了白朱古力 而KIT KIT用的白朱古力的口感 是很假的 油份很重的朱古力 但這個呢 它用了黑朱古力 它的朱古力味 比例會重很多 就沒有這種 用白朱古力 一咬下去 就會很重的水果味 但是我喜歡用黑朱古力 就是牛奶朱古力的 因為 它雖然有朱古力味 但它的朱古力味 不會蓋過全部的水果味 即是當你吃的時候 你會吃到朱古力的甜味 然後還有幾絲 這個水果的香味 我覺得 不錯 因為它不會太假 這個就很重的水果味 很假 很人工的香精味 而這個 不錯 我會給 7.5分 當我吃驗了 原味的KIT KIT KIT 有想吃一些變化 我可能會想買這個 不過可能會買回來 未必的 因為我覺得原味的KIT KIT 沒有任何一個味道可以打敗 這個朱古力味道 和蘋果味道的比重大約 7比 6比4 它的蘋果味道依然在 沒有被朱古力味蓋過 nice 這個就這樣看 包裝是否看不出什麼呢 好 我們現在就開來看看 登登 它其實就是 綠茶的外表 包著一顆神戶的草莓 不知道神戶的草莓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名呢 其實它有大包裝 不過我不想買這麼多零食回家 所以就選了小包裝 這個是沒有導入包裝的 開完之後 但是最好盡快吃光 噢 外面呢 外面呢 有很多粉的 試試給你形狀 嗯 嗯 好味啊 這個 其實我還沒咬 我已經聞到很香的綠茶味 真的不是那些全部死甜的綠茶朱古力 它有帶 是很甘的綠茶 然後這個 這種綠茶朱古力 才是真正的綠茶朱古力 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KITKAT的綠茶朱古力 是油份很重的朱古力 我再說一次 那種是超假的 而這個呢 它的白朱古力 和白朱古力用的料 應該是相當不錯 因為油份的比例剛剛好 不會吃到整個口 都是那種油味 而且它的綠茶 是有內涵的綠茶味 你會吃到苦澀 不是就這樣 很甜 好甜 還有 它的士多啤梨 是我喜歡吃的士多啤梨乾 因為士多啤梨乾也有濕的乾 我很喜歡吃這種乾的士多啤梨乾 你咬下去的時候 士多啤梨乾是脆的 好好味啊 好味啊 還有這個 其實它還有出了原味 白朱古力包著 我想應該是白朱古力 因為我不懂日文 然後有 有紅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士多啤梨味的粉 再包著白朱古力 再包著士多啤梨 還有綠茶味 還有一種是朱古力味 就是外面那層朱古力 應該用黑朱古力 或者牛奶朱古力包著 而且這個綠茶士多啤梨 它的口感也很好 第一口咬下去 你會先吃到外面那層粉的 少少的苦澀味 然後就會吃到中間 綠茶朱古力的甜味 再之後就會吃到士多啤梨乾的口感 有少少脆 還有少少果肉的纖維的口感 還有士多啤梨乾帶有少少的果酸味 好好味啊 整個 真的忍不住要再吃多粒 不過當我剛才整粒吃的時候 我會發覺中間的士多啤梨乾 是溶得相當快 吃到一半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吃綠茶朱古力 這個我會給8分 可以一試 有點飽 看到這個 番薯 番薯薯片 我覺得番薯薯片很好吃 因為它比較特別 我去名古屋買 但這個是九州的名古屋 在機場的免術店 真的可以買到很多 來自日本不同的手信 很便宜 裡面還有這麼多包 我記得它有出 就這樣薯仔的薯片 還有番薯薯片 還有一種的 但我已經忘記了那種是什麼 好 好 拆掉這些包裝 紙盒水太壓病 好 回收才行 原來它是卡羅必出的 嘩 好少啊 裡面只有這麼多 裡面有多少塊 1 2 3 4 裡面 裡面只有6塊 超少 它是有蓮皮 番薯 好少啊 應該很貴 但我忘記了多少錢 我明白為什麼這麼少 因為當你吃一塊 其實它是挺厚的 所以它是偏硬的 它是有甜味過的 外面有點鹽 當你吃到一半的時候 你會吃到番薯的甜味 其實它的番薯也很甜 所以你吃6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膩 你不會再想吃這麼多 不錯這個 有閒口癢的時候 可以買來吃 因為一包 因為它實在太少 都是只有75kcal 不錯的 如果問我上不想再買 我不會買 因為我還有這麼多包 可以慢慢吃 我想吃完這麼多包 我已經開始覺得 夠了 不用再買來吃了 真的還沒好吃到 我想吃很多很多很多 十分滿分我會給 6.5分 因為它不是難吃 它是很真實的 番薯味 只不過沒有什麼驚喜 真的在吃這個 脆的番薯 好 這個KicCat看起來 包裝好像很多 然後當你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紙皮很厚 然後我剛才想拿出來 看我多少包的時候 我還剩下兩包 真的這麼大的包裝 裡面只有三包 好少啊 少得可憐 剛剛吃的都是在 經常有些手信的 免稅店裡買的 那現在開始就是 這個 Lawson裡面買的 好好好 獨立包裝 我那時候看到它是 巧克力味 又好像有很多口感 我就 買來試試 一打開 就是這個很完美的 一粒巧克力 它跟KicCat是 異曲同工 裡面的威化很脆 還有它的牛奶巧克力味 都很濃 而且那一層巧克力 是很軟滑的 那牛奶比例 也不算重 所以它偏向少少 黑巧克力的味道 這樣 好不錯這個 因為它的威化超級脆 這個吃一粒也挺夠的 因為它外面那一層的 巧克力比例 是 比較多 所以吃一粒已經覺得有點膩 這個我會給8分 會不會再買呢 它是好吃的 但是我不會想再買 因為 它的巧克力的比重 是比較多 雖然我喜歡吃巧克力 但是它很容易流 所以我自己也會回去 KicCat的懷抱中 因為KicCat的比例是剛剛好 我會覺得 這個也是老陣買的 巧克力芝士 好充滿的巧克力曲奇 這個是脆曲奇 我自己喜歡吃軟曲奇 我自己喜歡吃軟曲奇 只不過那時候 有貪不有趣 覺得不如試一下 就買了 好神奇啊 我吃到 它有一股雞仔餅的味道 它的巧克力粒 完全你會吃不到它的存在感 太小粒了 又沒有口感 巧克力味 是來自那塊餅 所以它的巧克力味 是不重的 也即是說 它的巧克力粒 帶不出巧克力味 而且我剛才不是說 吃到有少少雞仔餅的味道 所以它偏少少 鹹鹹的 有少少鹹味 我不會再買來吃了 第一 它不是軟曲奇 OK 是我偏見 第二 它的巧克力粒 完全是零存在感 只有樣子 這個多少分 4分 對 都沒有說得那麼壞 不過我覺得它的商品說明條例 就是 可能我想真的太高了 只有一個 schlecht 只有一個